回来关心花莲一名外送员在送餐 结果途中被强风台风给吹倒了 人被压在机车下 还好巡逻远景及时通过伸出援手 远景开车巡逻 经过花莲市区 发现一名外送员试图扶骑倒地机车 赶紧下车协助 两名远景把车扶起来之后 外送人员试图骑车 可能因为风速强劲 外送员最后放弃了 改用手牵车 远景还得在后头扶着 好不容易才把机车推到附近骑楼 远景上车 风又开始不停狂吹 就在4号下午一点多 远景是开车巡逻 经过花莲中心路 发现一名女外送员 在外送途中不敌强风吹袭 连人带车被吹倒 外送员还一度被压在机车下 巡逻车是停靠路边远景下车 顶着强风上前帮忙 驾驶机车遭瞬间的强风吹倒 然后并被机车压倒在地 无法动弹 本人所立即上前协助 将车辆抬起 并牵制安全处所 停放 索性驾驶并未受伤 避免二次伤害 最后是将这名外送员的机车 迁往附近骑楼 确保人车安全 台风来袭 外出注意人车平安 记者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